为了避免青年学子进入职场求职时遭到诈骗或者是不法对待 新北市劳工局今年全面推动高中职劳动权益课程 不仅办理了师资培训营更编制了手册 内容设计以实务案例或者是热门新闻为主 除了活泼的插图还结合了时下最流行的通讯APP 希望透过生动而且生活化的教学案例 让青年学子可以了解自我权益 新北市劳工局为了避免青年学子在进入职场就业时 遭到诈骗或不法对待 去年率先推行了高职应届毕业的劳动权益课程 而今年则扩大纳入普通高中生 全面推动高中职劳动权益课程 并且以实际的打工案例 让青年学子了解自我的权益以及相关法令 及早让他们有这样一个观念可以确保他们的权益 防止害求职的过程当中碰到很多的诈骗 甚至在整个安全上也能够保障他们的权益 所以我们为了要落实这样一个教育 所以特别今年开始就前面的来推动 青年朋友对打工这样比较有感觉 所以我们几乎所引用的这些 里面的十几个案例 几乎都是打工的案例 而且是常常会遭遇困难的一些案例 我们希望透过这些案例的一个学习 能够让青年朋友在他高一的时候就能够有一些基本的认知 为了推动劳全课程 新北市劳工局除了办理师资培训营 还编制了手册 由高中职老师和学生团队共同编辑教案 手册内不但有可爱的插图说明 并结合了时下最流行的通讯APP 让教学变得活泼生动 东海高中他特别设计用NINE的方式 有很多Q版的一些玩弱 再加上在对话过程当中去谈论如何来确保他 在求助过程当中的安全 包括他的这个经济上的薪输也好 甚至他的生命的碰到一些困扰等等 还有跟老板如何来做应对 新北市劳工局表示 不论这些学生毕业之后 未来要直接进入职场 或者是选择继续升学 有朝一日都有机会进入劳动市场 因此办理高中职劳动权益课程 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希望劳动意识的种子 能够扎根深化 让青年学子提前具备劳动权益之能 记者杨邦友 赵方琪 新北市采访报道